就是航行出狀元 因為那個郭台銘是讀中國海鑽 他事業是這麼成功 在跟學歷有關係 也跟學歷可能也沒有關係 我記得我以前看一部電影 那個是哈里遜福特演的 他演一個航空公司的老闆 如果這樣講可能大家看過 然後他片名好像什麼 龍鳳佩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個女主角的爸爸 就是幫哈里遜福特開車 因為航空公司老闆 開那個好車 勞斯萊斯這樣 那後來他認這個哈里遜福特 他很驕傲 因為有錢 就瞧不起人 然後後來認識了這個司機的女兒 他陷入戀愛 就覺得這個怎麼會出淤泥 而不然到這樣 人世間不是都講究錢跟權嗎 然後那個女生的爸爸 當哈里遜福特的司機 他才知道說原來他不是為了賺錢 他只是生活 就是說我有一份收入 然後我有很多時間 老闆去開會的時候 我他很喜歡看書 在車上等待的時候就看書 他認為那是事業上最好的生活跟工作 有道理吧 對 有一份收入可以生活 又有時間可以看書 又可以開好車 那他活得很快樂 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文仁啊 是 你好像也這樣算轉職 我也算轉職啦 我大概是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開始就是離開辦公室 對 那離開辦公室 有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是其實 你賺飽了 是我最 其實我一直是非常熱愛工作的 我其實任何一個工作 我進去的時候 我都是想要全新投入 但是我最後就是進入那個公司 我其實是有點被打擊到 因為那個老闆 其實他在業界也有名氣 然後他做的那個生意 我覺得我也感興趣 我後來進去以後沒多久 我是做高階的職務 我就發現裡面 有一些under table的事情 然後那些事情 如果不要動的話 我會有麻煩 對 所以其實我待了非常短的時間 硬酸 我就 我就趕快離職了 其實那件事情給我的 我覺得對我的職場生涯 是有打擊的 因為顯然我那時候有幾個選擇 可是我選擇了最最差的一個 然後剛好直辭當下 我又考上了那個清大的心理研究所 所以我就去念心理 因為我想念心理二十年了 那我考上了 我就去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有一個我曾經上節目的 一個電台節目 他給了我兩個節目 所以也就是說 我可以邊進修 邊主持廣播節目 然後又可以主持節目 三部五時上電視 然後我其實這幾年也寫了兩本書 就是我的第十二十九本跟二十本 對 我就是 我其實也算是蠻 妳很努力 蠻有事情做的啦 但我今天非常想分享 是一個人間傳奇 它雖然是人間傳奇 但是我一個字都沒有虛言 我就覺得很適合這個節目 我就想把我的好朋友的故事 講出來 這個好朋友其實他年輕的時候 他是在科技業工作 也是中部一個上市公司 可是那個公司後來老闆 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那個公司下市了 然後在他發現公司 不對的時候 他那時候也差不多四十歲了 他就趁公司還沒有真的 就是倒掉 下市或者是就是結束 他就趁那個還沒有最糟的時候 他就跳槽到一個中型的公司 可是他是有判斷的 他跳槽那家公司 雖然沒有上櫃上市 可是也算是心心上榮的那種產業 所以他其實就從臺中搬來了臺北 而且經過了七年 他其實在那個公司 也竭盡他的努力 就是一直把工作 做得很好 那個也跟著公司 一起成長 所以那個公司其實在業界 雖然沒有上市上櫃 可是也是蠻蠻好的公司 好 可是不幸的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單身女 大齡女 大齡聖女的某一種宿命 你幹嘛對自己這樣子 又大齡又聖女 我發現就是像我們這種 其實蠻愛工作 投入工作的人 對 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有可能會全心全意的投入下去 然後甚至像我曾經在這個節目講說 我相親六次不成 我相信就是大家看到我就是工作款 可能就是根本就也也不想跟我繼續下去 那他其實狀況也是差不多 好 可是他在那個公司非常非常努力 他還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鬥爭 所以其實他在將近已經快五十歲那一年 他就憤而遞了 辭成 照理說我們這個年齡就是已經四十四五十歲的人 這樣做是蠻不理性的啦 可是他說他已經被逼到 就是他快要 就是他真的不行了 老闆的 老闆的女朋友為什麼對他那麼吃醋 因為他也是單身 然後他也長得蠻端正的 然後再來其實老闆也知道 其實我講白一點 就是大林聖女 他也沒有什麼家累 所以他就是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 所以很容易被老闆的另外一半 視為威脅 威脅或者是眼中釘 所以他其實承受了我覺得蠻多 很大很大的壓力啦 所以其實即便所有的人都拜託他 求他 說你千萬不要換工作啊 你一定要咬著牙 忍下去 因為你現在這個年紀五十歲 你要去哪裡找到更好的工作 可是他真的有一天 大概就是理智商有點斷線啦 他就丟了辭辰 然後當然是像您遭遇的一樣 老實講五十歲 我們在面試看到他五十歲 對 會想一下 會想一下 不只是想一下 其實因為我在人力量 工作比較久嘛 對 直接就過濾掉了 就不會約了啦 其實會被面試到的機會 是非常少的 然後我這個朋友其實他又 他又是那個龜毛的那個星座 所以其實他把履歷表 他當然知道我對這一點有點研究 所以他把他的履歷表給我看 然後他還跟我說 他就他目前就是只篩選了兩家公司 他就要丟這兩家公司 我說你是怎麼篩選 他就說他一定要去上市公司 我就說那上市公司還比較少 然後他說他一定要做集合長 那因為上市公司才有集合長 然後他就說他一定要選那種 欣欣向榮的行業 這種公司哪有啊 然後他就說現在5G很夯 我要進5G的公司 那我心裡就想 你給自己的設限條件好大 可是那個時候他已經丟辭 成了我能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他給他履歷表 我看了半天 其實我覺得因為上面是四十九歲五十歲 那我能怎麼樣呢 我只有給他一個小小的建議 我說照片換一下好了 因為他其實長得是端正 可是我就請他去照了一張 更加正式跟端正的照片 可是這個世界上 真的是有傳奇的 也就是他丟了兩家的履歷表 只丟兩家 結果就很快有一家面試了他 然後另外一家是沒有音訊的 然後面試他的這一家的老闆 跟他談過了以後 就錄用他了 然後根據他後來進了那個公司以後 告訴我的事情是 他說那個老闆 他其實當時就是 上偶 就是太太過世了幾個月 然後據說這個面試他的老闆 看到這個履歷表的時候 看到這個照片就說 這是幫我找員工 還是找老婆的 他是這樣 就是後來聽說 聽他說老闆有這樣 然後總而言之講結論 就是他順利地進來他那個公司 然後他也做得非常好 然後幾年以後 他嫁給了那個老闆 好險 鼓勵五十歲 就是人間喘起 而且這個也是 我覺得啦 就是你勇於嘗試 然後有目標的話 還是有一個不錯的結果 很激勵人 對 很激勵人心 我因為偶爾會有應酬 那晚上你要應酬喝酒 就要找代價 其實我碰過代價 他也是做晶圓廠出來 他說他 還做下去就沒命好開 可見經驗廠多麼的辛苦 爆肝的行業這樣 然後他說他現在的快樂程度 那真的不曉得怎麼形容 可見那個壓力很大 對 然後我也曾經去吃過 一家日本料理 老闆是個鋼琴家 你說在台灣做音樂家會餓死 一定 因為演出的機會很少 其實待遇也很微薄 你的小孩如果要學鋼琴 幸福可以 如果要給他做專業 你要考慮考慮 是 那後來他說他做日本料理 做得超開心 只要客人來 最後他要送客人就是彈乾淨 很特別吧 對 這樣 好 所以行行出狀元 等一下我們來聽聽教程的故事 來先休息一下 又要拍拳 尤其一小時 要有 那 那 去 感谢观看